今天來到旺角HW7和Walden 旺角商場新城市 外面有些不太太空氣的空氣 這邊也很熱的 後來我發現沿著這條路進去 有另一個建築物涼涼涼的地方 做了少少擺桌子 現在有人在我後面 我不好意思拍著 我先走向這個方向 不過這其實是餐館的後門 我轉著臉 你會看到人家是怎樣 看到嗎?桌子就是這樣擺 到底你喜不喜歡呢? 我又走回進去 走回進去 視乎你喜歡坐哪邊 很明顯走廊還有一張椅子 這裡好像挺涼的 很明顯你選擇坐外面曬陽 還是走廊 或是後康 結果我想為了方便拍攝 不想和一堆人一起 我也是選擇這裡 為何會選擇這裡 因為Facebook群組裡 第一位 如果全世界 即全國多倫多 只剩下一間茶餐廳 論裝修食物價錢 所有服務 所有東西加起來 只選一間茶餐廳 你會選哪間 這間就是得到第一位 其實在疫情之前 這個選舉是在疫情之前 當時最多人覺得服務是最趕的 不是說阿姐有沒有禮貌 而是說可能老闆下訂單 一定要快 盡快翻桌 所以是很趕的 現在我又來測試一下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 現在疫情之下 Pedio 我眼見坐不了多少桌 它還這麼趕你 還這麼急 要你下單 然後撿走你的碗碟 見你吃了一半 已經想收走你 想你盡快埋單 現在我來做測試 首先現在這個測試 就是我坐在這裡大概五分鐘 是沒有人理我 我坐下之前 就跟外面阿姐說 外面能不能坐 她說可以的 我現在坐在這裡五分鐘 都沒有人和我下單 也沒有餐牌 但媽媽就說 餐牌就黏在牆上 是這些 那會不會今次阿媽說得對 因為現在是大約十二點鐘時間 午餐那些 下午茶的味道 午餐又吃不完 所以就決定吃這個 OK 吃河粉 就跟杯奶茶 另外或者叫多個其他東西 免得兩個人吃一樣東西 這麼孤寒 這裏全日供應有牛油芳包 這些是吃早餐的 上餐那些 沙爹公仔麵 牛腩河 有阿媽 就這樣叫牛腩河也有 現在我們坐了十分鐘 都沒有人理我們 我們自己自言自語 對著牌在這裏想了一輪 我進去訂了東西 總數是十八元八毫半 這個就是九個七毫半 我就跟杯熱飲 那就不用加錢了 另外就叫了一個蛋字 叫了杯冬飲 冬飲是加一元 大家試試脫一脫 到底那個蛋字到底是多少錢 因為我見得到的菜單很簡單 我都不知道蛋字幾錢 我是隨便說的 有沒有折頭的所有東西 我都不知道 但剛才進去 那些姐姐仍然是鄙視你 有甚麼話快點說 即是那些這樣的口吻 然後就不知道 小費應該怎樣付 或者用不用 因為我現在坐下了 坐了十分鐘 沒有人理我 我就走進去 他說應該在裏面自己訂 是否小費擺桌面呢 幫大家認證一下 眼見 從小窗口看上去 那些廚房師傅全部都沒有戴口罩 全部都沒有 但他規定你進來 訂單時就要戴口罩 有一個垃圾桶 有一個垃圾桶在地上 就可能如你自己吃完東西 倒進去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人撿桌 完全不知道 但是姐姐也不理睬你 現在變得非常鬧鬧鬧面 現在等了半個小時 終於由坐下到現在 坐下十分鐘之後去訂單 到現在再等了二十分鐘 差不多半個小時 有個姐姐說 你是否訂單字 我估計 我估計她應該不知送去哪裏 然後我媽媽回答她 很久了 她便說 行行行行行行行 剛剛那裏說 她那裏送過來 那我這碗 應該是她所說 剛才餐餐館所說 甚麼都有那一款 果粉 這裏就十八個 十個多 我記得了嗎 說冬飲可以這麼小的 你有沒有見過這麼小的冬飲 和冬飲熱飲是不相伯仲 然後麵 看上去真的有點像家裡煮 不是開玩笑 真的像媽媽煮 媽媽可能煮得好 我待會先開個蛋子 我先試一杯凍奶茶 我真的未見過這麼便宜的凍奶茶 我叫她少甜 結果這是大甜 只是有甜味 沒有茶味 這樣攪拌 四十八 六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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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奶茶 奶過多 都是沒有茶味 那鍋茶應該翻鍋再翻鍋 一路扣氣 但它不是太甜 所以仍然可以接受 这杯东西 我可以想想想 似乎挺甜 不行了 过甜了 这杯东西50分 因为真的甜 为什么这么多甜在后面才来呢 蛋字 最重要是看横面的蛋是否漂亮 可以的 蛋字够厚 看上去都很汁 这个蛋字还可以的 面包揉在手里都很软 很软熟 蛋字很好 里面的蛋很滑 刚好 而且你不要这么厚给别人 看见都不开心 蛋字是可以的 这个90分 妈妈在吃碗面 我们稍后再试面 蛋字真的可以 如果大家来到一定要试蛋字 但你要考虑你的性格 是否能接受服务 否则一吐气便不好 现在我用20元投资的自拍神君 来向低炒角度 最主要是 刚才妈妈吃了一点 不要紧 但我之前有拍到少少给大家看 这个可粉 应该是 你可以看到是最短的可粉 每条不会超过三寸 我本身喜欢吃阔身的 这些幼身 加上它的发水 现在基本上是断的 你要用匙羹来吃 看看 而且刚才你看到的 价钱是9元多 如果议起多元多的价钱 9元多 少少牛筋 少少菜鱼蛋 这碗应该是6元左右 就差不多 9.75元就太浪 你想想 还要好吃才行 但它是不好吃 我宁愿回去 加多一点 加多1元左右 去港尸未吃车仔麵 这个 这个真的不行 还有说一件事 因为刚才阿姐 她走出来 到处找 这个订阅到底是谁 她来问我 是否你订阅 我说是 我怀疑她在餐房里面 搞了很久 都不知道是谁 就在这里很久 所以那些面浸到淋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现在是比较混乱 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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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筋已经淋到 是变成了豆腐 没有咬口 红腸不用试 红腸 在加拿大买到什么红腸 就是什么红腸 但我们没办法买得到 像香港以前 在国货公司买到的玫瑰红腸 那股衣 是不同的事 很烟硬 在那里是有咬口 还有里面的肉香很多 现在加拿大买到的 已经完全不是那样东西 尝试鱼 这个 这个云吞 云吞是最正常的 爽口的 这些 都是 鱼片 鱼片大路的东西 正常的 但是 如果你说的 主角可粉 其实是 看得到 每条都不会超过3吋 已经断掉了 你当它是粥那样吃 影片到这里 你想知道的东西 我都已经说了 或者我可以说给你听的东西 都已经说了 自己去衡量 为什么是 为什么你不知道 那个蛋截多少钱 你没有单的吗 我真的没有单 它是口说多少钱 到底里面是否已经计算了小费下去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说完我要可粉 我要蛋截 每样东西都跟饮品 一个是跟热饮 一个是跟冬饮 冬饮加1元 就是这样 没有单 我了解这个模式 我不知多少消费是否 但总之我见吃完之后 没有人给消费 因为服务真的像食材 很多人就这样 把法宝胶盒倒入桶子 就确定桌面没东西 就拍摄桌面走人 但因为我真的没有见过 那张单 我不知道计算了没有 我认为稍后走进去 盗口盗面 放下2元的桌面 即是里面的桌面 不是外面 因为你放在外面 基本上是人都走过 而阿姐基本上是不会出来的 这里放小费在桌面 就一定被人拿了 所以唯有走进去给 谢谢大家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